欢迎收看好奇害死猫 那现在呢 有一个 因为最近有一个状况 好像是5月2号 有一个集体冥想 这个灵性圈的 那Grey你跟我说 是你觉得他们可能是个陷阱 对啊 因为常常看到 冥想的这些分享 灵性圈的内容 基本上 我个人是不推冥想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不知道这个冥想 它后面所连接的东西是什么 没错 而且冥想呢 它有点像是 把自己这个人打开 把你这个人是打开的 那打开之后 有点就是主权让出来 那让出来之后 什么东西进来 它这个有时候会有 会有一定的风险 I see 因为圣经上 它是有明确的说到 它说这个 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 都可以接受 有的灵是邪恶的 邪灵 它是邪灵 所以圣经上 在约翰的书信里面 它有讲到说 我们要懂得分辨 不然的话 我们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 它还不是三样的问题 它就是说 有些人对于灵性的东西 它会 有的人是好奇 但有的人他是渴慕 对 就是在灵性上 他渴慕 提升自己 可是这个东西 很容易被利用 对 没错 很危险 所以你看 圣经上 约翰一书 他就讲了 他说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也就是说 所谓的灵体 它是很多的 他说总要是试证 这些灵 是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不是出于神的灵 你们不能接受 他就讲 他说凡灵承认 耶稣基督 是在肉体里来的 是出于神的 这个才是出于神的灵 否认耶稣基督的 他说 这个叫做 底基督者的灵 底基督的灵 对 所以我个人 不是说反对冥想 但是呢 冥想 他有一定的风险 那个人冥想 那就是你个人 自己承担 那个后果 那集体冥想 集体冥想 很危险是说 你所谓的集体冥想 他总有一个带头的人 发动的人 对 那这个发动的人 带领的人 他是谁 他的灵性如何 如果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就加入了 他的这个团体冥想 圈里面 嗯 那在同个时间 大家都进到这个冥想的 这个系统面的时候 那等于大家就是串联在同个 灵性网路里嘛 嗯 那这个时候 带头的人 他带进来什么东西 这个团体冥想的人 他都会受到影响 嗯 OK 因为你 你已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了 嗯 那人家给你什么 你就接受什么 嗯 那万一进来的东西是有问题的 嗯 基本上你来不及了 你已经来不及了 这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一样 嗯 他等他那个特洛伊木马进来之后 木马里面跑出来的是 是埋伏的敌人 基本上你已经来不及了 没错 所以我会 当然在群里面 我们也都是采取比较开放容忍的态度嘛 嗯 他们要放也 我们也不能禁止 嗯 但如果说 在我的良心 在我的灵的感觉里面 我觉得是 我是不平安的 嗯 我会不平安 好 对 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大家自己要斟酌斟酌这样 自己决定 嗯 对 那我再说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算是经验吧 我以前有在看 因为以前那个好奇嘛 有在看一个叫比利迈尔 他是说他跟外星人有接触的 那我在看他 他有各方面的information 他有各方面的资料哦 有说什么 比如说该吃什么啊 然后然后地球的中心真正在哪里啊 哪一个山是真正是最高的什么什么的 讲的天花乱坠的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当时 但是我看了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就一直看 但这几年下来我发现 他就是DS的人 他百分之百是DS的人 他是要抓住这个外星圈 啊 外星圈这些好奇的人 然后呢 他就有讲过冥想 他是讲什么 他叫你在一个三角形 呃 的下面 然后冥想 然后就是一个pyramid pyramid的中文是金字塔形 对 那金字塔形下面冥想 然后再教你怎么 我有点忘记细节了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你看 带头人是谁 比利迈尔 他什么人 就是DS的人 所以就是很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各位要真的就是要看清楚这些 比如说叫你去冥想的人 对 他是善意还是说他是什么 嗯 因为这个就很难很难去断定了 这就看你们自己判断 好 那紧急节目结束 啊 拜拜再见 拜拜